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步走 八方亭 流光一世 难而知 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梦 耳驴轻 历史如伦 风雨如 山水天 争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海绾 不够变下不许 这里就是 没凭着 我不 difference 解放二十月 哪有点 终于人 如今我们各位齐主 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 现在我就跟大家鸡掌断衣 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 嗯 怎么了 如果连这都拒绝的话 证明我们以前不是兄弟 无意可断了 二哥 若成 我就这一个妹妹 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从此恩断义绝 告辞 二哥 孟海公 快请请请坐 孟兄来得真快啊 王兄 洛阳之战如何 惭愧 洛阳之战难于其取 我那兵马不成问题 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 很难取胜啊 王兄 据我所知 义伯殷天小官与善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父王 父王 追杀李世民不成 请父王治罪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 带那么点的兵马 怎么能够取胜 我是怕打草惊蛇 所以我才 好了 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 快起来吧 谢父王 你这兵器怎么回事 小旭不才 是被御池公打断的 御池公 此人这么厉害 据臣所知 唐军的一个黑面神 就如此厉害 我担心 加上秦琼和罗成 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孟兄 你都听见了吧 孟兄 这一点你放心 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白牡丹 黑玫瑰 见过大王 孟兄啊 这两位弱女子 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王兄 你有所不知啊 这两名女将擅知男将之心理 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哦 那这 这是 大王 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 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你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 好 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 迎战唐军 大王请放心 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 不负大王所托 大王 明日黑玫瑰 愿请鹰出战 大败唐军 好 逃贼 快快派人出战 报 岁方阵中有一个女将叫阵 女将 大王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知姓名 只知和玉池将军有点相下 皮肤有黑 跟我一样黑 不会吧 是不是你表妹啊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 那我出去会会的 喂 我叫玉池公 你叫什么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 我说黑玫瑰 我劝你不要逞能 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 这是战场 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呸 你这蛮汉 别看不起女人 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 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 什么嫁人是夫 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还没嫁人呢 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 你这么漂亮 我不忍心下手啊 你敢取笑我 看招 就打 你不跟我打 我就要其他大家跟你打 想走 我可舍不得你走 放开我 你这黑脸怪 放开我 你这黑看 我俩一样黑 是天生的一段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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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玉池将军战胜 以秦得对方女将回营 为什么不送到帅杖里来 玉池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 而是将她暴入自己帐中 礼欲有加 你可曾看清 玉池将军将她暴入帐中 使作何表现 天色太黑 看不到玉池将军的表情 只听见她在唱歌 唱歌 陈将军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交给你来做 什么任务 这任务 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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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啊 玉池公 正是 军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二殿下 据我推测 玉池将军 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 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 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 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 二来又为我方 争得一名女将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果然是件美事 程将军 那就麻烦你 又是我 这是命令 但是我每一次成功过 次次都失败 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 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你就放心去吧 如果成功了 算你大功一件 嗯 哎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你这蛮汉 我既然被你擒来 妖杀妖割 心庭分辨 你把我关在这里 算什么 我舍不得打你 更舍不得骂你 只要你高兴 怎么样都行 你说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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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你走 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我见到你 我就特想跟你说 如果你想走的话 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你此话当真 当然当真了 我虽然黑 可我手信誉 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我只是随口问问 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 有什么话 说吧 也不算很好啊 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 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咯 黑美人 很难得 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 你们两个很配的了 不如这样吧 黑美人 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 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 一来你可以不用死 二来秦王又多了个大将 别商量了 我即刻回去交差 你说有多好 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放开 这个磅磅的大人 你要干嘛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欺负你不行啊 有种再骂一句试试 本姑娘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病猫啊 怎么 不服气啊 不服气你再来 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 连狗屎都啃不动 还不快滚 找咋呀 你 你们客气啦 我走 谢谢你帮我 我看你是好人 看不光他这样欺负你 所以就帮你了 对啊 我是好人 是好人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说吧 说完放我走 你 你知道吗 今天在战场上 我第一眼看到你 你那美丽的容貌 温柔的言语 端中的举止 等一等 美丽的容貌 什么时候 就在战场上 你起码要打人的时候 那温柔的言语呢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还有端庄的举止 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 我的心都陶醉了 真的 在战场上 我又不想跟你打 又舍不得你走 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没有念过什么书 我怕说错了 让你讨厌我 你心里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我不讨厌你就是 你知道 在我心里 埋藏了十几年的 对一个人的爱意 一直无处倾诉 今天见到你 我知道 你是我一直苦等的 多希望 我们天天在一起 一睁个眼睛 就能看到你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可以不投降 但是 你不能不和我 做一对比翼鸳鸯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今天才算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 为了心中所爱 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只要你一句话 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 你嫁给我吧 真的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 当然嫁机随机 归顺堂军 但是我表姐白氏 还在孟海宫营 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 否则它会有危险的 明日它定习惯 你千万不要伤害它 将它生情回来 我自会有办法 劝它归降 你怎么说怎么事 我听你的 你打了一天累了 先坐下来歇一歇 我来给你捶捶背 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 却比女人还温柔寻抚 这样舒服点吗 没 这人能打开 你惊得坐下来 你兑满 只有兑满 还有一点兑满 毕竟 但是没有兑满 放开我 玉驰将军 要帮忙吗 不用 没你们事了 夫人 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我 我 我什么我 算了 没有关系的 表妹 听说你已经做了 玉驰将军的夫人了 是啊 玉驰将军对我真心实意 我觉得呀 天底下再难找到像她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 表姐 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堂 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 吃饭同桌 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 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 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 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这也是啊 不过他人只有一个 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呀 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过来 我 我 还不过来 夫人 相公 你说该怎么办吧 你们俩都嫁我啊 嗯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不不不不 你很好 是不是我不够好 你好啊 那就定了 一人一半 照规矩 表姐睡左边 我睡右边 各位 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 为御池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 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 揭此良缘 真是难能可贵啊 大家都是性情中人 就不要聚于世俗的礼节 来 大家举杯 今晚尽情的畅饮 来 喝酒 好 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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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黑蛋头真厉害啊 你笨头笨脑 想不到还取到两个黑白双胶 这么厉害 好啊 你 程兄弟 你们家那位也不错啊 一个 盯脸啊 这叫福气啊 你懂什么呀 不懂 很高 你看 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 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 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 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两位夫人 我们也一起去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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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有 cier 鸟 鸟 鸟 荣荣 你在哪里 保佑我们能早日相见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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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 来 相姑啊 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为什么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 再说了 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哎呀 你们小两口 要来回去再聊 现在呀 给我跳舞圈 走 白夫人 你真厉害 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是这样 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 好打抱不平 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 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 好 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 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 嗯 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 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 是吗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 嗯 如果你的武功了得 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 这样啊 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表姐 你在干嘛呢 哎呀 你不知道啊 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 她也想作战呢 那好啊 你们组成了一个秦营三女将 单凭你们的容貌 不用作战 敌军哪 无战而败 你 相公啊 你听到没有 连玉石将军都这么说 如果呀 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 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 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好 那 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好说 当心啊 冰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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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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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军医 怎么样大夫 嗯 罗将军 恭喜恭喜啊 尊夫人有喜了 灵冰 你听到了吗 咱俩有孩子了 可是 这下我就做不成唐银三女将了 这个孟海公 他手下有两名女将 夸下海口 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 你们才结果怎么样 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 你们说 这能不败吗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 所以才来晚了 什么秘密武器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 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 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 方有一分胜算 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 便会消失殆尽 好 朱灿 告诉我听 怎么 没人敢出来打 投降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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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胎 大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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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好 好 下 快 我前方营被敌军冲破了 那程将军呢 程将军只受了点轻伤 可施将军他 他怎么了 施将军他阵亡了 没事吧 我没事 秦王我 别说了我都知道了 这完全不够了 不怪你 还是养伤要紧 程将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那个王世忠 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支铁甲军队 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 踏入我们的军营 犹如无人之境 我不信 哪有这么厉害 一定是你打了败仗 怕回来不好交代 故意渲染夸大 你们等着 我去挥挥铁甲军 御师将军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以刚才程将军所述 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 如果贸然前去 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军师 要不然 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 将敌阵引出 稍有不对的话 我可以马上撤退 你可在远处观望阵行 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看来这样 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 不 军师 还是我去吧 禀彬他刚刚怀了身孕 罗城现在不适合去 表哥 罗城 罗城 这天家军果然厉害 那是当人 那是当人 这天家军果然厉害 那是这天家军果然厉害 这天家军果然影响 陆东凯军 这阳墓先生 还很难知道 这个人 能寻找一世 帮你把我帮你 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 再想继承吧 这样退营太窝囊了 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 我不怕铁甲 让我出战 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 御池将军 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 军营里要有一百个人像你这样的话 敌阵早就破了 而现在敌人后甲 远可以挡箭 近可以挡普通兵刃 所以我们远攻不行 进攻也不能 只有挨打的份 王兄 唐军具我铁甲威力 已退兵无礼 太好了 既然如此 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 直攻唐军中营 一举将其歼灭 你有所不知 铁甲虽然坚不可摧 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两倍 不宜长途进攻 而且士兵穿在身上 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可是我们尝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 便能指导敌朝全歼唐军 只可惜时间太短 我们只注了十几套的重甲 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 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我马上下令制造千套铁甲 从各地征集两马千匹 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指导长安 一统天下 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 各自为王 再回到不了 这个封区 就看到他 他的封区 他都给不担心 绘区 他都给在这儿 他有个封区 官方上 他得南无人 请去 让他把封区 让他出来了 还要倒架 好了 诺将军 你在这发什么单呀 没什么 太热了 这盔甲呀 罗将军小心中暑 我不陪你了 热了吗 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 再这样下去 不但粮草不济 连军心也会不稳 我更担心的是 敌人也闭门不出 再赶住更多的铁甲 增加雄师的人数 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 一定是步步紧逼 将阵线不断前移 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 也于事无补了 是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臣倒是有法可守 但是 无法可攻啊 我有方法破阵了 诸位将士 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 如果失败 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 之前努力为功亏余愧 所以我们必须得上 明白吗 明白 军师 下令吧 是 程咬金玉池公听令 末将在 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副手 在洛阳城外一礼布阵 是 加副顺 莫将在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墓 在刀副手后面 令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 准备攻城 是 明日一战以我挥棋为号 不可妄斗 是 另外明日大蜀 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 以备解渴之用 是 一袋不够吗 够了 这一袋梨子 那一袋梨子 又要打开 这袋梨子 也要打开 这袋梨子 再来 带第一队冲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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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上 快退 Victoria 救命 救命 女人 于师兄 你看看他们 比个个快热得受不了了 还是军师聪明 我们早做准备了 将军 天气这么热 不如让铁甲军分批喝水吧 好 车练下去 把水分给铁甲冰 来来来 喝水了 来来来 冲 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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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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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兵 冲 大家冲进洛阳城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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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赜 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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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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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没 大巫大 大洛洋 父皇 儿臣愿意请英出战 你一个人出战 又有什么用 不是白白送死吗 为了洛阳 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不行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快快备马 咱们一块逃走 那盈盈怎么办 我的贤婿 盈盈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 你还等什么 快走 走啊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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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我在这儿挡着 那你怎么办 没事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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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versucht 爬 不是 那ちゃん 快走 带来 走了 你们快走 我是 太子 快身感 好 就来 我们都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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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弟 你快追王师叔 这里我来对付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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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聪 还不让马叔叔将亲 劝你不要做无谓的警康了 王世聪 驾秦王不杀之恩 朱灿 驾秦王不杀之恩 孟海公 驾秦王不杀之恩 好了 你们退下吧 传 善雄信 见到秦王还不下归 善雄信 你这么大人了 还躲不动好坏 秦王对你领先下誓 你还不尊不敬的 你小废话 二哥 你的王氏冲都归顺了 我们现在归顺 不算背叛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 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民主 如果你归降的话 我以性命担保 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 对你唯以重任 善儿哥 秦王殿下 以名为本 以仁德治天下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那你还犹豫什么 我并非犹豫 我意已决 你们不用再劝了 善公 注决师 女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 还不快走啊 爹 我生是善家的人 死是善家的鬼 您让我走到哪儿去 嫂子 你还是劝二哥 归乡大堂吧 相公 大局已定 为了我腹中的骨肉 你就听我一句 祥堂吧 但是 我在官帝神面前立下誓 我不报杀兄之仇 我势不为人 如今被俘 要杀要刮随便 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 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前王 单将军 世民替教父 为误杀令兄之事 向你赔罪了 希望你大人大量 不要固执于此事 而弃天下于不顾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 为了一点误会 抛弃夫妻之爱 兄妹之情 兄弟之义吗 死 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毛 我能败死在众兄弟手中 我善雄信 死而无憾 战乱纷飞 人间冷暖 儿女情长富贵梦 有谁知 苦海无边 情都除开千金鱼 一朝好门去南远 沦落风尘 泪洒千年 苍天恨 一朝好门去南远 到时红颜多过敏 海已当面 再许情愿 愿天下永太平 再爱已绵绵 在爱已绵绵 在爱已绵绵 再爱已绵绵 天下 每天都很遅 万一 未经病 大远 万一 未经病 百一 万一 万一 万一